老虎和大象都认为自己是天下最有本事的动物 连人都怕自己 为了这个他们争论起来 老虎说 我的爪子力声音大 没有谁能比得上我 人是最怕我的 大象说 我的力气大 鼻子长 人最怕的是我 两个争执不下 便决定比赛 看两个人究竟谁怕谁 并且规定 谁要是输了 就让对方吃掉自己 比什么呢 老虎说 比较吧 看谁叫起来 人更害怕 大象说 好 于是大象先叫 他慢慢的抬起鼻子 呜呜的大叫起来 一下子天空像刮了一阵大风 打了一个闷雷 人们听了 以为大象又要来遭他庄稼 捣鬼窝棚了 就赶快拿起长刀和长矛去撵大象 老虎一见 笑着说 你看 怎么样 人不怕你吧 这回我来叫 他伸长了脖子 张开了嘴巴 大吼起来 叫得山摇地动 树林里哄哄直响 人们听了 以为老虎要来吃人了 就急忙转身回家 紧紧的关起了门 鱼 鱼 鲨鱼的鱼 鲤鱼的鱼 鱼字想象成一条鱼 还在水里游来游去 你在看什么 我在研究实际 Oh my god 用61220字 你也可以认识更多呢 61220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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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300个会讲故事的汉子